3Q新台灣 報出的那一天 市區學位的第一時間 先開記者會說自己絕對不對 連老跟他們老闆瓜文章通電話之後 晚上又發聲說他要死立委 有人說是願意勝打 但是實際上有可能是電動勝打 怎麼說 為他沒有實際的民意代表的工作 會頭去做到瓜文章的投合戰狀 其實民眾黨如果沒有什麼損失 部分區的立委死進 也還有後部的名單 明明就沒有損失 所以說到疫病分天 怕政治家已經沒有菜 如果怕演藝家一定勝出飛返 一邊在打水果 另外一邊 風越中生已經沒有贏一千天 總統蔡英文特別準備了烹飪蘋果 要來祝福風越的團隊平平安安 但是他們也收到他們的味道的卡片 說謝謝你在疫情嚴重的時候幫助我們 我想這是台灣民眾的真實心聲 這科學在那裡都聽不到 台北市議員徐喬心說 陳時中的營業不好 結果去讓民眾抓包是他自己不合 所以建設等想起是美國人不能說營業 他的英文追蹤很奇怪 如果照他這樣說 他在他後面有幾天車 就能說 I'm waiting for you 我正在圍庭 只要我們說自己年輕人 你說公益做小孩 突出的是體力很好 變運動台飛都破台飛的記錄 出社會也是拿球萬泡一行的 結果做兵十二天 剛好是過去 整四人都會過去 我那兩天到的 我是說跳遠 怕人不知道 然後減出一本車放上去 說他有做十二天兵 結果找一個出來後 叫國民黨的看過 撤到漏的海 我們都要做兵 你還要做十二天 生意之外你有夠漏氣 面對著台灣政敵 黑衣的道政 好的說做壞的 白的說做黑的 沒有心跳的人說到的學話 台北市是要選一個紅頭 而且選一個 已經為台灣打拼、糞倒 反對黨破水末後一千天的生大志 但是總用時間跟身高證明 自己是有經驗輕做的事情 你的選舉 就要看首都人民的地位 政策的內容 請你來分享就是3Q新台灣 首先介紹今天的特別來賓 資深媒體人鍾寧晃 你好 大家好 資深媒體人康仁俊 3Q大家好 亞太基因交流協會秘書長王志勝 3Q大家好 小英自由會執行長張嘉玲 3Q好 大家好 國民黨文傳會副主委 黃子澤 3Q好 觀眾朋友大家好 民進黨台北市議員李建昌 台灣 待會三點的時候 還有台灣國際法學會的 這個副秘書長林廷輝 加入我們討論 民眾黨立委蔡壁如 被德民財經科技大學 撤銷碩士學位 昨天早上一開始 他還發聲明說 這個叫資訊不對等 他要嚴正抗議 證明清白 但晚間稍後的消息 馬上宣布請辭立委 但有人說這個是民眾黨內部擔心選情 所以有人逼宮 當然目前接到的這個台面上的人物 一概否認 我們先看一下新聞畫面 以後應該會每天都睡到 我今天是睡到被你們一個大電話 宣布請辭立委後 蔡壁如笑說睡得很好 一早還進辦公室 跟助理研究如何為自己平反 第一時間要表達我的立場 我應該要來辭職 辭職不是為了就是掩飾什麼 我覺得辭職是應該來公開的承擔 傳出民眾黨內憂心衝擊選情 因此逼宮要蔡壁如辭立委 當主席柯文哲甚至搶先幫他宣布 盤實行也要判決書 他就高興說這種事情怎麼可以這樣 我說如果審定書沒有出來 這個件事情就先辭職了 你還是先辭 然後再去尋求那個救濟 他有跟我通了一下電話 問他辭職辭職好不好 所以他有到我辦公室短暫來跟我講說 他就跟我講說要辭職可以 等收到完整的那個裁決書 儘管是要直寫 但柯文哲也被民進黨大酸 是要切割蔡壁如 柯文哲或者民眾黨 我認識他30年 他是個做事認真的人 而且英文叫蠻有感的 如果見縫插針的話就算了 不理他了 反洽民進黨見縫插針 但民眾黨過去猛打林志堅 如今被迴力鏢打到 被批示雙鏢黨 逼退蔡壁如 恐怕也是擔心影響選情 我並不覺得這會影響到我的選情 沒有人會因為這件事情 做什麼逼供 不會跟那個林志堅的事件一樣吧 我想這個是負責任的表現 不是像他們這樣更為求勝 蔡壁如請之後 下一步安排 是要接民眾黨秘書長嗎 他說沒有規劃 但黨內是否力挺他 人情能暖恐怕心裡最清楚 在新聞取錢有否有SNG消毒推報道 在美如在收到 學校說 不好意思你的色術可能要出銷 因為你的論文還沒有作譜 這個時候他第一時間先發一個寫名 他說 尊重核遜論理委員會的冠儀 但是這張規劃只有314年 但是 學校發給媒體新聞還有518年 意思就是說 他發給媒體 比他發給他的規劃 會比較多的力 希望讓更加完整的股體 割以內容 本人沒有法度的認同 我會捍衛自己的官員 比較清白 我會預期法律 來提出給制 但是10月13號寫名 之後之後 不僅是這樣 他還嫌媒體訪問的時候 這個是執政黨要除柯文哲語意 記者一個剛才 官員說我相信他絕對沒有抄 但是到影響的時候 鄉鄉 那樣 他就發一個 他在面前發一個 是一個寫名書 這中文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他本人表示說 其實會不會是 他有跟他老闆 郭文哲通電話 老闆說 不然你死死 但是如果有記者去論 是郭文哲說 他已經是 他另外又發寫名 到底下去不會是怎樣 待會進一步分析 總共一句郭文哲 最後他說蔡秘魯已經死了 因為他沒有想要讓整個董受傷 黃哥 我看不太出來 就是其實他 他學術有爭議 我們先不要就是直接說 對或錯 但是不論如何來請辭 明明外界看起來 他的作為跟林志堅當時的行為是一樣的 怎麼他們的就一博雲天 林志堅就叫斷尾求生 對這個就是雙標黨的特色 兩種不同的標準 不過你講得很好 林志堅因為被學校判定論文抄襲 所以取消碩士學位 所以他決定退選 那在民眾黨口中併奏斷尾求生 那蔡秘魯一樣 一模一樣的情況 他叫做勇於承擔 我實在看不出來這兩者有什麼不同 再來呢 蔡秘魯這個請辭我覺得 在就政治操作上我覺得很可惜 你可以操作得再漂亮一點 有時候我這樣說 其實你剛才有說部分的事實 就是昨天下午 其實柯文哲就一直叫蔡秘魯辭 但是蔡秘魯並沒有第一時間答應 所以昨天的整個政治跟新聞的操作是 柯文哲接受有台訪問的時候 先講蔡秘魯辭職 然後蔡秘魯打電話去問那個一台說 你們新聞播出沒有 那一台跟他講說我新聞播出了 然後蔡秘魯說好那我來寫聲明 所以柯文哲接受有台訪問 播出的時間是晚上9點22分 蔡秘魯貼臉書是9點29分 然後我查七分鐘 所以其實這個整個操作非常的清楚 就是說蔡秘魯要不要辭職這件事 顯然並不是出於他個人的 完全百分之百的主觀意願來決定的 是民眾黨裡面 柯文哲或是其他的人請他 或是說要求他辭職 好那蔡秘魯辭職之後呢 其實你現在馬上展現出來兩個問題 第一個就是那高鴻安張善政怎麼辦 要不要比照辦理 要不要比照辦理 那另外還有一個 許淑華 為什麼我放在他最後講 因為呢 許淑華那個在冯甲學人會很奇怪的 標準之下說明明看起來比對出來是抄襲 但是冯甲說你的確論文有不當引用 事實上在審議論文是否抄襲的時候 根本沒有不當引用這個名詞 不當引用就叫抄襲 但是冯甲為了幫許淑華 讓他有後路可以退 就是說好 那你不當引用 你這學期補證 就像我今天拿了康仁軍一支筆 在法律上這個叫竊盜 叫偷 但是我說沒有我是先借用 只是忘記還而已 大概就是這個邏輯嘛 所以那他們這三個人怎麼辦 高宏安 張善政 許淑華 你們三個人怎麼辦 要不要比照相同的標準 接下來這個迴力標 現在這個迴力標 又是你們自己射出去的 好 那在這裡面為什麼會有這麼多的 因為地捕的人我們都知道 地捕就是星光的 算小公主嘛 吳欣營嘛 那為什麼今天會有傳出很多 所謂的陰謀論的聯想 最主要是因為有一些蛛絲馬跡可行 你看 這是今年四位 吳欣營去參加民眾黨的黨團大會 照理說你現在不是理會嘛 你去參加黨團大會 好 再來 更有趣的是我們後來去查才發現 原來星光集團跟德明財經科大 也就是蔡壁如畢業的這間學校 其實關係還蠻密切的 我們來看一下 其實我先講 就是說企業財團願意跟教育機構做建教合作 甚至提供獎學金 我覺得都是很棒的行為 我都鼓勵 我並沒有批評說這個行為不對 只是說這件事情 蠻巧合的 你看這個是 星光跟德明財經科大建教合作 那事實上 星光吳猴斯紀念醫院 跟他還有贊助獎學金給德明財經科大 我再強調一次這都是好事 但是就很巧合的 被註銷學歷的是 蔡壁如 她是畢業於這間學校 然後要地補的 是星光集團的小公主 也難怪會有人做很多文章 不過我覺得柯文哲 你要去好好去解釋一下 過去你是怎麼樣講財團的 2014年講說 用刀叉吃人肉 就現在你的地補的部分區 就是財團的第二代 財團沒有錯 財團他憑他的本事賺錢 我覺得都OK 我們現在是用柯文哲的標準 在質問柯文哲 你過去對財團是如此的深惡痛絕 那怎麼會在你的部分區裡面 找了一個財團的第二代 那請問你要不要告訴我們 是你過去對財團認知有錯誤 你就公開承認錯誤 我覺得也沒關係 人都會犯錯 還是說你覺得你找的這個財團 跟你所口中所謂的 用刀叉吃人肉財團是不一樣的 那你也告訴我們 國內哪些財團用刀叉吃人肉 哪些財團是民眾黨覺得好棒棒的 那以後很多股民買股票的時候 大家也可以列入考慮一下 看哪一個財團的商譽比較好 所以我覺得 民眾黨不斷的一次又一次的 設回力標打到自己 而且那回力標越來越大肌了 憲章兄 郭文長這個人你算憲章 你什麼事 林地間倫文的方法的時候 憲章延遲 像你跟他們家很有關係 這樣 他說 這個倫文抄襲是厭 八月十五號 他說 台北市議會在結論的時候 郭文長說 不要打倫文 打得對你們不利 結果林志堅到降時 黃埔和降時 唯一一個時的就是他們家的人 結果今天記者那些問 包括問負企長黃珊珊 現在的孝酸林 你們兩個對蔡秘露是怎麼看的 那兩個重點是發生什麼事 那當初有一支英文魚 叫阿格里 其實我也在電視台說過 柯文哲和他的動 給我感覺是 我有一個口頭禪 我說dirty ugly evil and bad 你知道嗎 Ugry dirty Evil 就是邪惡 你還說中文 不然徐章心 Bad 就是糟透了 我觀察八年 柯文哲這個人 個人的形象 他的轉變 他當時從事政治的時候 什麼找回良心而已 什麼找回初衷 結果這八年 我看到一個政敵 本來很批評的人 變成一個政敵的龐然道和怪獸就對了 像剛才蓮鳳說到 他跟財團的這個關係 其實跟吳馨寧這個關係的連結 應該是這樣子來想像 他是民眾黨柯文哲 在過去七八年裡面 跟我們臺團 跟我們臺灣的財團 臺傳界的一種交往的正向的顯現 就整個輔助臺民就對了 其實他過去七八年裡面 都不用嫁 有時候說他多乾淨 想想 都不用五款 他的民眾黨多乾淨 結果蘇財 他最主要的 就去看他跟神旺 神旺飯店的這個 當事長 就是旺旺集團的 插檔 為後面 為後面 要跟他吃飯的時候 為後面 頭選起來 這只有一個而已 他跟中國共產黨 排來的一些中小企業主 或一些國營企業的人 幹部 在台北的大飯店吃飯 也要跟他 他跟一些 比如說原廠 趙董事長 我相信跟他的總經理 或是跟董事長 在那裡酒飯 烏肉的時候 他也去看 要跟他 他的民宿紅紅的這個 匠品 所以吳欣明這個匠品 剛才聯絡說一個連結 就是說 不是說 德明科技大學 跟新光集團 還有一些關於 不像 銀杏作 要挑釁 挑釁 挑釁 新光小公主 趕快逮捕 但是我是不會 做這樣的影響 我因為這件事 要變成是 民眾黨 柯文哲做主席來 他要長久 將民眾黨 要養肚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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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是 現在的養育議員 或是未來的 立法委員 他要將這個 民眾黨 壯大承擔 台灣的 不管是第二大黨 還是第一大黨 他必須要有一個金錢來源 所以 老實說 人家他擺脫了 擺脫了 也是晚上之後很好 人家選一個 新光集團的小公主 列入他 民眾黨的部分區的立委 但是現在 補正台銘 補正台銘 不是他跟新光集團 他們的關係而已 有可能 其他跟財團的關係 都慢慢地 去拿出來 我要聽眾 聽眾 我會知道 我們夜廳大眾 要知道 民眾黨 不是你們說的 這麼清晰 民眾黨的壓心 在台灣很大 民眾黨 完全跟 他這個東出生 一樣 完全沒有一個核心的政治 政治理念 譬如說我們政治上面 我們有政黨 這個政黨 當然是要起來的時候 可能比較偏做 比較偏做 比較偏向政黨 或是比較自右派 比較自分家 於歐洲的政黨 的壓性形態 是這樣發分 但是你看 民眾黨 生年到現在 就完全是 跟柯文做那一支嘴 那一支嘴 今天如果 A就是A 馬仔 如果是B就是B 完全沒有一支 就對了 他剛才說 林志堅這個論文 事件之後 民眾黨 林志堅就死掉 老實說 那時候 那時候 你現在電視 你再翻出來 柯文族怎麼生 蔡壁族怎麼生 你看 他自己的論文 他自己的論文 天下雜度 網站 民意代表 我們前四倍議員 的連輸的文義 他這樣 摸來摸去 摸去 這樣變成一本 性質論文 變成一本 我告訴你 這種性質論文 老實說 人家說活跳牆 活跳牆 就是這種 性質論文 完全 不要說 性質論文 本來就沒有什麼嚴重性 活跳牆的材料還不錯 製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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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種東西 你同樣 你要討論 初次 譬如說我陳保衛 我引用你的論文 別一段話 你說得很好 我給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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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來說 你製造 要說 這種東西 引出哪裡 所以我跟你說 剛才主持人 你問我 我對柯文族 還是這個 這個董的看法 這個董 真有壓心 一定 兩大董 中間 要撐出一個空間 但是我感覺 他還比 親民黨 宋楚瑜 結束沒有拼責 為什麼我用 倒在這個 這個形狀 宋楚瑜 當時 人 老實說 他去參加 國賓大選 也是 勢勁勁勁 他尊重這個 義式 他的口袋 他的理念 我想電視上面 我們也看到 親民黨 宋楚瑜 說話 但是你看 柯文哲 他在正式的地方 穿牛 我穿 他穿牛 接台外邊 我從台北市 看很多變 我在台北市 看很多變 他剛才去參加 國賓大典 我簡單 藍一個 藍一個 這個 社長 他也是繼續 做這種姿態 所以我要 給大家評判 看看 這個人 就是我剛才說過 今天 他 如果說 這就是民眾黨的宗旨 但是他也知道 換個米 這就是民眾黨的宗旨 他們這經過 大大小 包括現在 要選市議員 這些人 要選管理這些人 大家 我跟大家相對 今年的 十月二十六 如果選舉之後 一般以上 不會留在民眾黨 一般以上 不會再在民眾黨 現在做社會科學研究 你主委李建昌 今天去補會 這個節目說話 你現在去通計 這些人 有可能一年後 就今年十月二六 之後 隨便隨便 找個人的頭 走 好酸人 好酸人 就像管理議員 的好酸人 或是圍在他 旁邊這些年輕人 一般以上 會離開民眾黨 因為這個黨部 那個核心理念 這個人 不是有什麼 領導媒體的人 可以讓他們 軍水嘛 是 這裡 這個 太多 太多 太多的市長 和議會表現 我相信都是 全國關心的焦點 關門店 我記得 最後一回中這孫 他教育 他就很認真 跟你回答 愛婆 愛婆 土耳的都給你 想 我記得那時候 包括前蘇培 一些少年議員 他是連回就不來回 好 對我來說 看到什麼 你看到韓國語 我為什麼要個小學生 一樣在這裡回答問題 有沒有 我以為他在討厭 但是這件事 跟他們董萊 自己有關 你不能跟他們 買的時候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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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是 黃珊珊在說 他說 尊重 這個案子 到現在為止 我只能形容 阿格里 太醜陋 這是之前 他在說 林志堅的時候 他在說 問黃珊珊 說 還要討論林志堅下水 我們不像民進黨 這樣子叫他 只是斷尾求生 另外一方面 我們講過 也有的人說 很奇怪 蔡碧如 的論文做拼 來思考 現在 我們明明是民進黨 這很多事情 我看都很多 蔡碧如 碩士學位 被撤銷 超齊立委 講完我們說 民進黨還在印拗 這問一下 你們當時有印拗什麼 我比較不了解 可以說明一下 我是覺得 蔡碧如的論文 他自己要有接人 尤其是 我剛才在說 剛剛這個3Q講得很好 他說黃珊珊的態度 前後不一致 我去蔡碧如的網站看 他就 他的辭職聲明 重點是 黃珊珊有去他回 黃珊珊去他回 說 蔡碧如辛苦了 後來怎麼講 非常感謝你 三級警戒 無拘於什麼什麼 第一線退職 這個 醫護召集行動 當任立委時也努力 為第一線醫護發聲 這個很妙 第一個 這是辭職聲明 跟防疫期間 醫護來支援 這是有什麼關係 沒有什麼關係 他只是為了要趁這個聲量 重點是 所有回黃珊珊的 全部都問他同一個問題 請問Bang出來了 Bang什麼時候要出來 黃珊珊應該要回答 對不對 你要說醫護 要說防疫 你黃珊珊要回答這個問題 所以我是覺得說 雙標 這個部份 當然是台灣沒有接受 但是 更好笑的就是 我們來看 這個 剛才建築有在說 蔡碧如的論文 所謂佛跳像是好聽 說到外面 說到外面 滴股道菜都什麼都要回答 你看看 有多少東西 國政基金會 研考會 張景森的致詞 連人家致詞 都把人家抄進去 拜託 然後還有 風傳媒的主筆 投書 好 我們檢蘇培議員 蘇培最可憐的 蘇培的FB也抄 好意思新聞網 中央社 天下則是金州干都抄 我是覺得說 我們鼓勵政治人物 或是企業人士 去吃進修沒有錯 可是為什麼你抄的東西 就是 全部集大成 你認為要到達到達到達 就一篇論文 這些論文 如果有那麼簡單 我想大家不要去抵抗 我們後來的措施都不適合了 我們吃辦桌一堂一堂菜出來 沒關係 十堂跟南作會的時候 不會吃的 我是覺得這樣 就是說 3Q你會記得 柯文哲說 我相信他主觀上 沒有抄襲的意願 抄襲意願有主觀客觀 有什麼客觀 什麼叫客觀你知道嗎 這篇論文不是他 不是他 不是他當然是客觀 我覺得這個話裡面 蠻有意思的 如果說是他自己寫的論文 我相信他去睡眠的時候 他可以跟這些評審 或是說這些老師說說 為什麼我抄減出賠的FB 為什麼我抄這些新聞網的文章 他想得出來嗎 而且 德明科大是經過幾次 四次 四次開會 這相當相當的嚴謹 四次開會 各界的學者 還有法律專家都來開會 那你這時候要去質疑 德明科大說 沒有關係 我們就我們要看一下全文 然後記錄 你拍人之間的時候 跟他說不看小孩 黃三三是說 他怎麼說 我們要怎麼樣交小孩 我倒用同樣的話來問你 這個是不是阿克里 這個是不是不看小孩 這個是不是我們要怎麼樣交小孩 另外大家要注意到 這個論文抄襲 德明科大的這個發表的胸稿 他對外聲稱是 第四章跟第五章 大家都寫過論文 當老師的都知道 第四章是研究的結果 第五章是研究的結論跟建議 你連研究的結論跟建議 都可以跟別人一樣 包括你的研究的結果 你可以用問卷 你可以用做實驗 你可以用深度訪談 你怎麼講 沒有適當的 沒有適當的 誰的論文的結論跟建議 會跟別人一模一樣 除非你做的論文 都跟別人一樣 你做的研究都跟別人一樣 你的問卷跟別人一樣 你研究方法都跟別人一樣 連題目答案 對象都跟別人一樣 你的結論跟建議 才會跟別人一樣 包括你的研究的結果 你可以用問卷 你可以用做實驗 你可以用深度訪談 怎麼也都一樣 所以我真的很懷疑說 蔡壁武你到底知不知道 你自己寫的是什麼東西 真的是客觀的嗎 還是真的是主觀的 這個你要自己去面對回答 四次喔 不是一次喔 是四次喔 四次做出這樣的判斷 OK 那蔡壁武在第一個時間 他就是說什麼 欸 3Q你剛才說 他第一時間來家裡去家裡 沒有啦 我說他早就知道 他看到那個 他就已經先跟柯批說了 柯批不知道 先替他語言一下 說我們還沒有看到判決書的 這個內容啦 你不能說 衛審先判等等的 說這是要做什麼 你就已經被撤銷了嘛 想當初 你怎麼樣對林志堅的論文 想當初 你怎麼樣聘想把人 所有的網友 現在都在臉書留言 都在網路上留言說 高鋒安 你該出來了吧 你什麼時候要直立委 看看蔡壁武 想想高鋒安 看看高鋒安 想想蔡壁武 你們兩個都是民眾黨的 我告訴你 這個黨 都一樣的 一樣的修羅 一樣的內容 到底他們是 因為說 這超是應該的 還是說他們覺得說 反正如果沒有人知道 我們都不會別人 不會到最後算去就過了 像四十天就過了 就好了 那我都沒關係 所以蔡壁武 她這樣的論文 到現在她自己 她還說什麼 我看了她那個聲明 我真的看了 我真的搖頭 她說她是為了捍衛什麼 她追求台灣的什麼 清白跟正義 這是你自己論文 誰敢操白人的 你跟台灣什麼事情 連台灣都被你偷下水 說你要樹立政治的典範 天啊 政治的典範 沒有人敢操論文 敢操襲 操襲了 被人家抓到了 被人家開了四次的審議會 去判定 撤向你的學位 你還敢說 這是政治的典範 你要叫我們怎麼交小孩啊 蔡壁武 講到回來 繼續討論 歡迎回來 3Q新台灣 3Q新台灣 做一個不僅是台灣 尤其是國際性的節目 很多不同的地方的人在看 但是呢 不論你是故意 在這裡討厭到 民眾黨的副秘魯 我們要比較的是說 不論論文是真是假 他在林底堅的態度 以及對自己暗的態度 有什麼樣的差別呢 修宣他說 林之間是什麼 為什麼遇上政治 就有雙重標準 結果他跟他批評到的時候 他說對著心臟的結果 沒辦法認同 反正是心臟的結果 別人叫做雙重標準 那他的叫做沒有辦法認同 林底堅不只要退算 還要投資 但是他說 他會捍衛自己的權益與清白 林之間退算還會說是政治的病害 不是真正的負責 但是呢 他那時候他說 阿哈哈 發明媒體哥新聞 還比我那裡比較多 他說他比我那裡比較多 但是你看看他後面 那裡是他說什麼 請大家那個 那個 回到就是一些介紹 要跟內容沒有什麼關係 氣道德與學術倫理於不顧 誠實認錯很難嗎 其實他在說林之間的意思就是說 我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情 但是你就是操就可以了 這個叫政治語言嘛 我們來行的看就有 但是外國他的時候說 校方學倫偉偉偉說明如何具體違反 學術倫理 意思是說 他有說你操 他有說你 殺人一樣的東西 但是他沒有跟我說什麼違規 他的意思就是說 你把人拿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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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你沒有跟我說 這是傷害罪 所以不算犯罪 這樣倒是對 下一張看一下 其實他的聲明很簡單 他的聲明意思就是 他都沒有錯 簡單黏一個 因為我看這也沒有必要 很認真 追求台灣的正義與清白 此指是他承擔 我不知道要說什麼 因為此次風波轉移了選舉的焦點 造成對黨造成不必要的傷害 呼籲大家回歸政策辯論 其實蔡秘魯立委跟我是算同學 他做得比我久一點 我們平常遇到也都會聊天 坦白講論文這件事情 某種程度 有啦 算說 他就是假設一個 好看民族的問題 就有做 第一時間他就怎麼說 結果一拖二拖 尤其是在說白人的時候 這真的有嘴說白人 沒有嘴說自己 說白人的時候 哼哼叫 好 不可以說好白什麼 但是 結果說到自己的時候 都我清白我沒有錯 我捍衛台灣的公平和正義 很可惜 讓我們看到 很多時間的雙重標準 任俊克怎麼解釋 他這樣子的狀況 我覺得應該先回來看 剛剛提到說 那個學人會有四次的審查 請大家記得一件事情 四次審查裡面 一定會有一次邀請當事人 到現場去說明 因為你必須要告訴大家 這個委員對你這個論文 他比對完之後 有一些意見 他會找你來說明說 你當時是怎麼處理的 所以 那個整個的過程 只有蔡壁如自己知道 為什麼他特別講這件事情 你看過去幾個 有被質疑講說 你論文有問題 學校召開學人會 大家都會說 我今天要去學校跟隨便 那蔡壁如什麼時候去的 我不知道 最少他是很低調的去 那到底用書面的 還是本人去 我們也不知道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說 他的這個聲明裡面 他第一句講說辭職 是他公開承認 我再必須講 如果他第一時間 被宣佈講說 他的論文有問題 學會被撤銷 蔡壁如就出來講說 那我就辭職 我覺得很多事情 會減少很多 但是大家從他知道 辭職這件事 是柯文哲先講的時候 不然人的認為說 你當初是 你現在死的這個問題 不是你自己人心要死 別人幫你宣佈說 我先給你 我已經批准你的辭職了 這已經正在上面 大家都說 這有被辭職嘛 你現在蔡壁如總說是不是 也是這樣 所以我們是說 剛才煌哥說一個 舉一個例子 他說我當中有一個筆 煌哥把我拿去 現在人家問說 你怎麼欠扛人家的筆 他說沒有沒有 我是借用 法律上確實有 這樣的一個辯護方法 為什麼 我不是偷 我沒有侵占為己有的意圖 所以你不能說我偷竊 這叫借用 只是我還沒還你 可是在論文的這件事情上面 你發表就已經為己過了 可以還嗎 我現在拿來跟我的文章裡面 你現在說我的問題 不好意思 我這檔我刪掉 我害你 就像瓜鳳我們報名的 這裡面有一個就是說 我藉由這件事情 我有沒有享有不當的利益 那我如果因為這樣 獲得了學術的這個所謂的學位 那這個就會被討論 所以他沒有辦法用 剛剛那個詭辯的方式說 我相信他沒有什麼 什麼主動抄襲 我剛剛看到你 我一開始聽到什麼 沒有主動抄襲意圖的時候 我第一個想法是 他是被動抄襲嗎 白人抄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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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比較怕的是這個 你知道嗎 還是他不是他抄襲 我不知道 為什麼會突然跑出一個 什麼主觀跟客觀 因為抄襲的人 如果是他自己 他自己最清楚知道 所以為什麼會有 一個學論會的過程 是要找當事人去 很重要的原因就是 只要你自己知道你在抄襲 這是一般的認知 肚子你自己也不知道 你自己在抄襲 所以我覺得這整件事情 你會看到蔡壁如 你看有媒體報導講說 看民眾黨裡面 好像沒有什麼人去聲援他 然後甚至講的也都比較隱晦 比較就是感覺好像 支持他 當然要隱晦 有什麼 當初是林志堅的時候 大家弄的 不只是林志堅的論文 林志堅只是說 他要去申訴而已 他要去按照他的這個法定的程序 去爭取他的權益 很多人都開始 包含現在我們剛才說的 這些人們去問 你們就是挺林志堅 支持林志堅去申訴 就是代表你挺抄襲 現在是要怎麼挺蔡壁如 你黨黨裡面說我挺蔡壁如 你挺抄襲 你挺這個 這些人就是誰說出來 你們這輩人說的 你們當初是為了要這樣 現在講說 我老實講 剛剛有提到來賓講說 有人去留言 講說什麼蔡壁如 他以前做事情做得很好 什麼他是這個很認真 我們再回來看看林志堅的那個案子 林志堅他的政績好不好 我老實講 不是我說 也不是在座 我們在座什麼人說 大家都不相信 為什麼 大家看到的是什麼 評比 你的管齊定位評比 他有好沒好 心得死的人 大家最知道 在那個狀況之下 當時為了打林志堅 那個都不重要 他只看他的論文 他的海外就是最重要的 當初是這樣說的 現在說 因為蔡壁如以前表現很好 所以怎樣 按照同樣的標準 那有什麼關係 所以為了 那個時候 為了要打林志堅 大家見烈欣喜 有一批人見烈欣喜到什麼程度 我再講一件事情 我覺得我們台灣人真的很高興 你知道嗎 當初是怎麼打林志堅 大家再給他唱一下 老書解釋 所有的核心解釋 所有的都解釋 大家拿出來打 這樣說 我們現在這個社會 有人像這樣 去對待這個事情嗎 沒有 大家在說 你政治任務 自己為了 你自己的事情 你自己帶去記念就好了 沒有人說 像以前當初是打成這樣 我在座也有來賓 當初也是打 我們都是說 這個總統計 我們有說 舊事情論事情嗎 今天遇到這個 我覺得蔡壁如的這個詞子 是應該做的 他是應該要做的 很簡單 因為如果你要塑造這樣一個典型 不是去為什麼台灣的社會 塑造什麼正義跟清白 台灣正義跟清白 沒有低下道用一個論文 說你的學位被撤銷 就可以把台灣的正義跟清白捍衛起來 不是這樣的 所以我覺得李幸迴來看 蔡壁如今天這樣子做 我覺得OK 只是時間晚了一點點 我認為他如果更好 因為這個話 其實最早他自己說的 如果學位被撤銷 他就持續立委 這當初是自己說的 你第一時間沒完的回應 我覺得你已經弱了 又再被宣布辭職這件事 已經弱掉了 那現在只有回來看 我認為這整件事要回歸到理性 在當時你這件事件的時候 那麼多不理性的事情 有一些人把這個事之為理所當然 現在一個一個被曝出來 講說 你如果當初的標準加進去 你要怎麼做 不可以用這種標準 說怎麼搞我的事 你看我就是給我打 我就給我政治破壞 我在臉書上看到很多人 說笑說 哇就是亂搞啦 就是政治破壞啦 為了這政治惡鬥 現在說沒看論文案 很多當初是林治憲 下的都比沒有人更糟 你知道嗎 下的都比別人更糟纏 現在笑到自己的人 哎呀我們不要再惡鬥下去了 我們不要再這樣了 那這種雙標我老實講 很多人就看在眼裡都很清楚啦 先是被高鴻安校學校不知名 然後再被柯文哲逼退 又加上建昌議員剛剛所說的 有一半的人是借過 不小心掛到民眾黨的問題 後柯文哲時代 哇民眾黨黨真精采可期 廣告之後馬上回來 如果說到這個論文啊 其實是因為科舉制度 小孩的時候 爸爸媽媽都要求要突出 要突出 結果一個做大人 這個振振振不過來 又振作學力很重要 我覺得蔡比盧委員 跟我一樣都是基障出身 也做很多工作 差別就在哪裡呢 我就不客 所以人不減透我 但是因為他要處理 比較好找頭路 怎麼說這個比較有名聲 他總用這個比較不好的方式 來處理少數的學位 那將對這個事情 過期我們很好說 叫金牌攝影師 民眾黨御用攝影官 潘俊玲 有自勝哥來跟我們介紹 他那天說什麼 是 潘俊玲是早上聽了 對了 蔡比武辭職的消息 就說 然後他發了一個臉書 昨天晚上發的 那事實上 我還是先提一下說 基本上 蔡比武這件事情 在民眾黨內 看起來也是 這個茶壺裡的風暴 有人應該會覺得很開心 就想說 終於蔡比武離開立委的位置了 離開的位置可能失事了 而且 等一下前面在講 柯文他是被告知的 等於是柯文哲帶他宣布 可是你不要忘了 柯文哲也說 我認識他30年怎麼樣 兩個人的關係我覺得真的 外界是不了解 那兩個人之間 那種互動的這種關係 比如說蔡比武 我記得在2019年有講過 一句話說 他這輩子最大的心願 就是幫柯文哲選上總統 所以蔡比武就算是被辭職 我們只能知道說 柯文哲是一個 就是這個 好不顧忌人情能軟的人 環境利用完就就立刻切割 所以人家是批評 柯文哲你斷尾求生 但是不會去質疑 說蔡比武對柯文哲的一個忠誠 我覺得這是第一個不愛說的 所以你看就是柯文哲操作這個事情的 這種所謂的人酷無情的做法 那民眾黨裡面會有人覺得說 蔡比武可能被清理掉了 接下來是不是柯周邊的人 他們就有機會更靠近柯 那可是這個潘俊玲 就跟他講金牌攝影師 他就跟他講說這些人 他特別點到 其實我也不知道是誰 因為我們不是白色陣營的 我們不知道 白色陣營內部有一對夫妻 比綠營人士還要興奮 說實在啦 綠營人士也沒有興奮啦 大家看這些事情 其實就是希望一個公平客觀的標準 白色陣營有哪些夫妻啊 我也不知道 白色陣營有一對夫妻 比綠營人士還興奮 這個是潘俊玲講的 那其實大家可以發揮網路柯南的精神 去了解一下 但是他講說 你完全不需要過度興奮 因為在民眾黨裡面只有一個太陽 叫做柯文哲 沒有了 沒有了 那柯文哲到目前為止 最相信的人還是蔡壁如 剛剛我們來賓私下講說 蔡壁如被人家叫雪滴子 不是因為說他對人 他根本就口叫 他只對柯文哲一個人負責交代 他也沒有關其他人的事情 所以 任何要靠近 要想要搶奪他在柯文哲身邊 那種信任地位的人 都會被雪滴子飛出去 然後把頭砍下來 所以大家也都知道 所以我就再舉一個例子 民眾黨現在的秘書長是誰 是 謝利公 有沒有 大家都不解決 謝謝 要問一下 民眾黨有一個秘書長 我知道了 可是好像都沒有聽過他的聲音 他唯一有聲音的意思是什麼 他想要 他想要民眾黨那時候初選要選桃園 結果被誰幹掉 現在的民眾黨候選人賴香琳 賴香琳是 當時柯文哲台北市的勞動局的局長 你說這些局處首長的人選 有沒有需要 或者是有沒有經過柯文哲跟 這個蔡壁如密切的討論 我相信或多或少一定有的 以柯蔡的關係一定有 所以大家那時候就有在講 那時候就有在講說 蔡壁如就是不喜歡的謝利公 一個黨秘書長 然後佔據了他本來的地位 所以刻意用賴香琳去 去對抗謝利公 結果說投票也沒方便 本來也要選基隆也沒得選 你從這例子告訴你說 大家都知道 蔡壁如是民眾黨的地下大總管 這個地下大總管 不會因為他今天辭掉立委 或者是沒有辭掉立委 有什麼相關 所以潘俊齡講得很清楚說 第一這些民眾黨內 暗自窃席的人 不要太高興 因為柯文哲對於蔡壁如的相信 不會因為這一場論文抄襲的這個問題 然後有打折扣 第二就是說 基本上 你會看到說 為特別什麼 12月25號 柯文哲卸下市長 變成全職的黨主席之後 這個 剛好順勢蔡壁如回歸 所以很多人在講說 蔡壁如要接黨的秘書長 順勢蔡壁如回歸 等於 把這些你本來 本來想要取代 蔡壁如的這些周邊的這些 蔡壁如可能把它當成是蒼蠅之類的 柯順邊的蒼蠅之類的 那可能就把它順便清洗掉 所以對於民眾黨內很多等著看好戲的人來講 蔡壁如的辭去立委 對他們誓喜誓憂 其實都禍乎難以 其實還不太知道 只能說一件事情 還是那句話 柯文哲挺蔡壁如這件事 柯文哲跟蔡壁如的關係這件事情 應該是勞不可破的 不過接下來我們還是要回來看柯文哲 我還是要講 柯文哲的反應 其實我個人覺得真的是 只為了成就柯文哲可以犧牲所有人 怎麼說 你看看 蔡壁如是被宣佈的 第二 柯文哲也沒有任何 就是說在這個事情上面 就是說我們講斷尾求生的目的是什麼 他持一個立委對於來說 持掉大家就不要再吵這個事情了 然後還可以順便 搞不好還可以把這責任 就在怪國家機器 在怪民進黨選舉惡劣等等之類 又可以掛到這個西方去 可是同樣的標準 你怎麼會放在高雄安上面 因為高雄安要算 高雄安如果有三條形 經濟體重了 我這個民眾黨有根據地 所以這個是有利用價值的 所以這個要維護 蔡壁如呢 環景立委換掉就好了 反正你是我的人 秘書長你可以繼續幹 所以這個 你看從這邊看到柯文哲算的是什麼 可能算自己的個人政治利益 我覺得那是最可怕的地方 所以從整個來看的時候 我覺得能理解啦 就是說從這個蔡壁如的事件 你可以看到的是 民眾黨內部混亂的這種 鬥爭的這種心情 以及柯文哲冷眼旁觀的這種態度 我覺得這還是可怕的地方 其實大家可能知道我在網路上面有一些聲量 所以我在社群每天在寫東西的時候 我都會寫文來自哪裡 圖來自哪裡 結果想不到我對社群臉書文章的要求 比民眾黨對論文的要求還要高 自責啊 我們說政黨 這個插政地 就是政治工作者都還是要有一點 理念前行 即便國民黨是想要跟中國 能夠有一個怎麼樣的談判方式 講難聽一點就是投降 不管是九二通事或是統一 至少這個是貴黨的理念 那問題是 民眾黨的理念到底是什麼 是為了選票可以不顧一切嗎 國民黨有一個候選人 在基隆叫做謝國良 他昨天發了一篇文章 說聲援蔡壁如高鴻安 結果被網友說 你們是不是忘記新竹還有候選人 那另外一方面盧秀燕在前幾天也牽手高鴻安 那這個林根忍會不會覺得稍微有點委屈 你又是怎麼看蔡壁如的論文事件 國民黨捍衛中華民國主權的存在 從來沒投降過 不能給我們抹紅抹黑 再來這個蔡壁如的論文 我自己說我自己寫過說是論文 我論文改寫之後 還登上政大的學術期刊 我要講的不是說我多厲害 論文到底有沒有抄襲 誰最清楚自己最清楚 所以我要講的就是說 我相信台大學人會 我相信中華學人會 我當然也相信德明大學的學論會 包含馮甲大學 我意思是說既然已經裁定出來了 那蔡壁如當然她辭職是一個政治動作 可是我更在意的是什麼 或更在乎的是什麼 我常常講問題不在大小 態度是關鍵 你就可以判定自己抄襲 那當然她現在有她的說辭 是不是有瑕疵 不管 我認為她還欠大家一個道歉 所有抄襲的人都應該是如此 我們這樣對林志堅 當然也應該這樣對蔡壁如 李梅珍當年高雄市長補選的時候 也被人家找出說 她中山大學碩士論文是抄襲 她隔三天還是第四天 她還出來道歉 當時她辭不了 因為她已經登記過候選人了 我意思是說 確實蔡壁如即便她辭職了 還是會被追問 那你是不是有對這件事情 你有覺得自己是錯的 有沒有反省的態度 那當然我要講的就是說 人家說一減二個 我覺得她這個辭職的事情 是一減三個 第一個就是說 確實她現在是不分區立委 你不分區立委 你不分區立委一條 你後面就補起來 所以相對而言 這個政治成本是比較低的 這不像 如果你是區立委 你辭職以後 如果這個可能要補選 或甚至不補選 如果在一年內就不補選 那第二個就是說 坦白講民眾黨自己有推出 在這個新竹市有推出高鴻安 在台北市也力挺黃珊珊 我的意思是說 他不辭職 他可能接受到的政治風險更高 所以說他也要顧 顧這個選舉 然後第三個我認為 還有顧什麼 顧政黨形象 就是說你之前這樣批評 你現在你如果沒試鏡 你可能會傷到自己 所以我覺得這當然 政政人物不用騙人 都會有一個算盤 在只精算 到底怎麼做對好 可是我必須要稱讚就是說 至少他的危機處理是快的 他知道說 這還可以稱讚 技術面上 技術面上 你如果一直拖 拖牌看嘛 對啊 歹戲脫膨 所以我要講 到最後 沒關係 林根人 因為我們有林根 林根人我講一下 我坦白講 我最近才發覺 原來林根人在綠營間 有這麼多的好朋友 所以你懷疑他是狼皮綠骨 我不是這樣懷疑 我只是說他人員真的還不錯 好多綠營的朋友 不斷的在聲援他 我今天在想說 這些聲援他 是要到時候新竹市長選舉是要怎麼 我們要說你的候選人啊 廣告之後我們繼續談 廣告之後我們繼續談 廣告之後一定談 一定談 是啦 歡迎回來3Q新台灣 你可以看到文傳會副主委 黃子澤 他在打白色的時候 跟打青色的時候 那個態度 比較軟 軟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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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軟 但是我們第二天 我們要談談的是說 我們不是主動說什麼 林根人力的朋友很多 我們是說 你們自己就有候選人 路修園去勾勾勾勾 去勾勾勾勾勾勾 包括謝國良 我坦白說 這不是謝國良第一次 用他的面子 來捨得白個黨的人 對不對 是正面子 也不是公共的文傳嘛 所以這種主動的行為 這是我們談談的東西 指責到底是 要跟民眾黨 保留一絲合作空間 國民黨在新的市 唯一支持 百分之百支持 全力相提 林根人 這不用懷疑 不用懷疑 當然 我這有黨 其他人要見縫插針 可以理解 要尊重 可是我要說 他就是我們國民黨提名的人 如果不支持他 那就不要提名 既然提名 當然要全力支持 那為什麼謝國良要支持別人 那 為什麼謝國良要支持高宏安 謝國良 也許他有一些私人情誼 還是他什麼樣的想法 我不曉得 盧秀燕為什麼要欠高宏安的手 他就是要基隆民眾黨的選票 為什麼要欠高宏安的手 你們可以推測啦 我都尊重啦 但我的立場就是如此 我不會變的 因為我變的話 我覺得我自己在裝飆 所以我的意思是 那國民黨也是在 那至於你說林根人 跟這個什麼 就是說這個高宏安跟盧秀燕合體 怎麼樣 盧市長他事實上 他之前也挺過林根人 那盧市長他有特別強調 現在沒有了 那一個 未來還會有 我要講的就是說 他當然就是一個禮貌性的拜會 去考察那個市場 那帶他 當然會引起外界聯想 所以我認為盧市長未來有機會 應該多再去幫林根人來站台 這樣子才讓人家覺得說 國民黨全力更全力的相挺 我也不認為這個這個什麼 這個盧秀燕真的是 假設他有票他真的把票投給